蓬佩奥也最新发声了 他在9号推特上发文说 美方将停止美国官方 在与台湾接触上的限制 这个意思非常简单 就是美国官方没有什么 没有这个层级上的限制 那么任何人都可以与 包括总统都可以与台湾开始接触 这个其实非常危险 我觉得是个咱们中国武统的一个大好机会 为什么说呢 现在责任全在美方 美国已经是什么 把他的就是蓬佩奥之流 他已经把自己的美国国家利益是什么 是建立在自己的筹码之上 就可以拿美国国家利益来交换 这是中国大好的机会 台湾是不是 台湾就是 这就是一个利益 咱们中国就利用这个机会进行武统 把这个筹码拿回来 否则他未来永远是个麻烦 大家理解吧 9号蓬佩奥 这个推文宣称 今天我将取消我们自己施加的 对美国行政机构 与来自台湾的同行之间 进行交往的所有限制 他甚至在推特中继续拿所谓民主说事 这东西不要脸了 你民主是干成那事 议会那个事还有脸说民主 这个非常不要脸 蓬佩奥7号就曾通过国务院网站发表声明 恶毒攻击中国 还宣布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往台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时就回应了 说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之间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坚决反对美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那么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严重凑刑 中国已经反对了 中国的反对不是光说反对啊 中国是有行动的 其实你们看朱凤莲说的话软软的 对吧 但是背后是有什么国防部那个硬的行动啊 最近好像是在这个东海地区啊 已经戒严了啊 实弹演习 那个那就非常简单嘛 我在那要集结军舰啊 干什么谁知道啊 对吧 国防部啊 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表示了 蓬佩奥声明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司法主权 严重违反啊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啊 予以一个啊 予以强烈谴责 欢迎人强调呢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啊 就是这一套吧 之前讲的一套啊 这是官方等于是被案 他要背书的 他必须要对自己的这个啊 之前的公报要背书 中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啊 也 就此做出个啊 明确的承诺啊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啊 这一立场没有变啊 所以说就是很简单啊 中国官方明确表示啊 反对或者说反对背后是什么 有反制吗 反对之后 我一定有反对反制手段 或者说啊 我一定什么 你要做了的话 那最后有后果的 对吧 现在来看就是什么 美国现在限制啊 取消了一个限制 但是他这个马 就这么个 这么个内阁 对吧 内阁成员 这么个内阁吧 包括特朗普 这么一个人人喊打的内阁啊 总统啊 他这个美国现任政府 他能做能几天呢 对吧 到一二少 在这个之前 他做这些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希望什么 希望解放军动手啊 对吧 我觉得解放军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啊 因为现在是完全可以不负责任的 可以动手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一届美国政府是人人喊打的美国政府 那你为什么不利用这个人人喊打的美国政府啊 最后的机会 他的疯狂机会 然后你自己得一个便宜呢 对吧 就把台湾武统了吗 我觉得这个 这个时机是千载难逢 我不知道能理解啊 千载难逢 首先第一点啊 咱们一个一个看 首先第一点 从美国内政来看 没人反对 没有人反对 对吧 因为这是特朗普政府做的事情啊 未来也是啊 他一定是画一个大黑点的 不管哪个政党上台 共和党民主党上台 这一定是画一个黑点的政府 那这个 这个人人唾弃的政府啊 被人人唾弃的政府 他干那个事情 然后解放军去什么啊 去英勇的收复自己的领土啊 没有人 美国至少没有人反对的 没有人反对 而且这个 佩洛西已经限制了特朗普的使用核武器能力的这个啊 就把他手脚捆住了 中国的核武器啊 现在威力倍增啊 美国不能使用核武器了 还有什么啊 还有周边 对吧 日本陷入疫情 对吧 他根本就没有能力 他封国状态嘛 没有能力啊 你让台独去 去去跑到 跑到日本 那还得检测呢 对吧 他现在连进都进不去 门都出不去 对吧 那还有谁能帮 帮台湾 没了 还有谁 俄国 俄国现在也一样 对吧 也帮不了 俄国帮着中国 对吧 还有谁啊 你说东南亚 东南亚更别提了 印度 印度自己都啊 那个农民暴乱 然后啊 大雪封山 怎么打呢 现在是不是一个绝佳状态 现在就是 拿把刀的中国 现在就在啊 台湾啊 台湾这帮台独 身边晃 然后呢 美国人现在什么 美国人现在换人了 换人了 准备扎手了 对吧 准备上车走人了 那这个时候你说啊 现在是不是台独最危险时刻呢 对吧 所以解放军应该什么 我觉得现在 咱们应该是借助这个啊 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如果他这个议会不暴乱的时候 我跟你讲啊 他议会不暴乱 特朗普还有2024机会 对吧 现在这个议会暴乱 彻底是把这个整个啊 把他美国的锅给砸了 包括这个 他之前啊 之前那个特朗普政府 之前所有的合理性全都没了 他未来一定是 这些政府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 包括欧盟啊 美国的盟友 欧盟也认为这些政府 确实是啊 有点做的连民主啊 你包括加拿大总理亲口亲自啊 说这个要批评这个啊 这个特朗普政府 就是他的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破五万人捶了啊 他现在还在挑衅 说明什么啊 说明他他在你这儿 他来是想找回点面子嘛 你中国啊 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什么啊 他占你便宜的时候 要找回点面子的时候 你完全可以利用这点干什么 对他进行什么 进行啊 这就是很简单 把这张牌收回来 我觉得这是这是现在啊 你这个啊 从任何理论上来讲 任何道理上来讲 任何法理上来讲 你都是产生一个正义性 我不知道大家能理解 正义性 你是完完全全在正义的一方 那这个时候你下手的时候啊 所有的负面子负面影响都已经最小化 对吧 已经最小化了啊 那有人说了 那么如果你武力攻台的话 有可能是给川普啊 最后啊打了一针复合剂啊 有可能啊 川普立刻啊 变成一个战士总统 然后呢 有可能他立刻翻盘 翻不了盘 他现在翻不了盘了 对吧 川普已经翻不了盘了 大家能理解吧 他现在被弹劾状态 他怎么翻盘呢 对吧 即使战士总统 他也可能被翻 也可能啊 也可能是翻不了盘的 对吧 所以现在中国是没有任何后果之忧了 以前是认为自己啊 帮助 有可能是帮助特朗普啊 在连任啊 或者是在这个啊 任何这个政治利益啊 有可能得他获得更大的这个政治资本啊 通过与中国进行对抗 但是现在看来呢 他这种这种机会是微乎其微了 对吧 他现在在这个啊 这个议会啊 骚乱这件事情 他已经完全啊 完全被动了 是被人捆住手脚了 被这个啊 共和党啊 包括整个国家捆住手脚 所以他已经处于这种啊 这种丧牙之权的这种位置 痛打落水狗 大家知道了 现在就是什么 你欺负我这么四年 那么中国一定什么 应该是在最后一个千金鱼发 我觉得1月20号咱们看啊 1月20号会不会武统啊 我觉得啊 1月20号就是中国武统啊 武统的最佳时刻啊 那个时候让整个世界啊 应该是大吃一饮 包括现在台湾内部也没人 现在台湾内部好像没人啊 没有人会担心中国啊 去武力进攻啊 我觉得这个正好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机会啊 这是对方什么轻敌 对吧 所以中国现在又抓住 1月20号来这么一下 大家好呢 现在这个美国应该是摊牌了 那咱们解放军啊 应该是马上要武统啊 我是觉得1月20号非常有可能啊 那咱们就聊一聊啊 武统呢 台湾总共分几步啊 咱们来聊聊他这个作战步骤啊 首先就东风快递开到 然后呢 士兵啊 就是打扫战场啊 这是我的总的判断啊 现在呢 解放军是海空力量迅速发展 包括这五代隐身机啊 包括航母都已经出现了 那么现在啊 咱们可以现在注意一下 中国航母的动向啊 包括这个啊 中国的这个先关子啊 军机导弹动向啊 我觉得现在正在调动啊 我国现在陆军还有空军 还有二炮等等吧 他现在装备水平来看 目前来看 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话 我军的第一轮攻击啊 必然是选择东风系列导弹啊 这已经产生了共识 远程大规模啊 覆盖敌军 第二轮空射巡航导弹 加上空对地导弹啊 就是飞机上 就是捕刀 第三轮啊 精确打击敌方指挥中心 一方武器库 还有这个指挥中心机场 军队聚集的啊 集结点 等重点军事区域啊 第三轮 叫地对地打击 远程火箭炮 火力覆盖啊 就等于是一二轮 等于是啊 再来第三轮 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不投降 那么第三轮就应该是火力全覆盖啊 这个就是基本没有火物了 那第四轮空中和地面双全出击啊 这等于是登陆了 第四轮是空中和地面啊 武装直升机主战坦 我觉得这是同时进行啊 第一轮二炮 这个远程导弹先打你指挥部 如果你不投降 那么第二轮的空射巡航导弹就上 那么空射巡航 这个是有时间差的啊 实际是同时发的啊 同时出发 那么空射 他巡航导弹这个载机应该是在上空啊 在上空啊 进行这个飞行 那这个期间就已经是什么 第一轮打击完成了啊 因为导弹速度更快 导弹完成之后呢 预判如果台湾不投降 那么下一轮就是啊 空军的这个空射巡航导弹 他所谓的这个战斗发射啊 阵地已经到达以后就紧急发射 如果台湾投降的话就不用发射啊 所以你应该明白啊 这都是在短短的几十分钟之内发生的事情 那第二轮打击这个空射巡航导弹啊 对你指挥中心再打 打完 如果你还不投降的话呢 就证明你什么啊 你还要第三轮啊 那么第三轮就是什么 地对地的打击 远程炮火覆盖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活物了啊 再说一遍 没有活物啊 然后呢 第四轮的啊 第四轮就是登陆了啊 这个你看 他登陆 他的时间其实更长 所以啊 又要海 渡海 所以他其实是什么 一二轮是同时进行 只是这个登陆啊 他有时间啊 有时间差 所以呢 正好在这个第三轮啊 这个打击如果需要的话 正好他已经到达什么 到达台湾海岸了啊 所以已经开始展开登陆 登岛 然后呢 开始大规模的啊 空中和陆地 同时进攻 双全出击 这个武装直升机主战坦克 还有装甲车 共同推进啊 最后还有什么 确保在步兵啊 战车等等下啊 这个进行推进 也就是步兵啊 最后登岛对吧 登岛是第三轮啊 第三轮啊 打击之后 也就是说那个地面上 没有活物是什么下 啊 那中国其实就是什么 就收尸去了 给台独收尸去了 就解放军 你看这个啊 战场画面 应该看到 解放军实际就是 看着那个尸体啊 一脚踩过去 一番事儿了 迈过去 一番事儿了 他见不到火物了 现在这个重火力 还有这个空中火力 等等支援一下 基本上这个 现在的士兵啊 他的任务就是 清扫打扫战场啊 包括对一些个啊 所谓游击队啊 这个残兵啊 残敌 这个我现在可以说啊 这帮啊 这帮这个台独匪军吧 我现在郑重啊 第一个是全网 第一个称呼啊 台独匪军啊 郑重的宣称啊 台独匪军 你们现在啊 面临的就是死亡啊 面临的就是死亡 一旦开战啊 解放军 包括巷战啊 包括最后的啊 亲武器战斗啊 也不需要解放军啊 派大量的人员上啊 面对台独匪军的啊 解放军将会什么 将会啊 横扫啊 就是去战场收尸 所以这就是啊 这个未来啊 马上一二少 如果开战啊 马上就是啊 台独匪军的灭亡日啊 就算了 快点了 可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